我們台灣學生去參加 瑞蘇日內外發人店 是又團來好的心結 當下的台下跟當代婦中的學生 現在是訪問來 四個金白 四個金白 這麼好的心結 白環在臨村店 想要第一時間講到白環的狀況 現在有新的辦法 第一時間知道 心跳 脈搏 血壓 還有溫度等等 就不用再跑到病房 再衝衝忙忙跑到病房 我量一下你的什麼東西 然後再打電話給醫生 那就來不及了 透過視訊系統的連接病房 它讓人員第一時間 可以了解病房的狀況 還可以透過紅外星星 趁用體溫 可以透過螢幕來顯示出來 由它讓人員做出應病設施 可以連接醫師到現場 在家裡也可以透過視訊系統 在家裡就可以隨時探病 它可以不用常常被喚醒 因為像我聽到很多例子 很多手術後的病患 他們常常需要定時量測體溫 那這樣子可能會把休息中的病患給吵醒 但是曾經照顧一個家室探病 用作圓端病患照顧系統 在發明電台就緊張 另外想要矯正發音 也可以透過這行系統 月亮 月亮 在這間後面的家室探病 例如說是看到驚來練習發音 後面的攝影可以錄音 即時傳輸 提供給老師 即時學生所來學習 讓學生練習發音 也可以拿來練習樂器的嘴型 對 然後現在學習中文也是一個國際的趨勢 這個東西也可以拿來幫助外國人 來學習中文的發音 這樣方面一樣得到邊線的教育 若下經白的生日 未來也幾位良善 希望提供給需要的人來使用 也看得到台灣學生的生活和創意 即時台中總學部